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的主题的话是 RocCPU是如何通过RocCB开位存储 实现百万对链的力量 那么今天的主题主要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个的话就是Motivation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二个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RocCB 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RocCB是如何实现百万对链 然后最后一个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两者的开源跟RocCB实现方式的一个性能对比 然后分析一下RocCB的优势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个阶段就是Motivation 就我们都知道RocCB的RocM2的话 它有三类元数据 分别是Topic,Subscription和Consumer Offset 那么我们的Topic的话 也就是主题是逻辑的对列集合 可以向其发送和消费消息 Topic可以用于消息的分类与隔离 Subscription也就是订阅 是消费者处理和获取消息规则和状态设置 那么我们可以用于控制消息的过滤和消费的状态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Consumer Offset 消费位点 它是用于标记消费端消费进度的一个值 我们看一下我们开源是如何存储这三类元数据的 我们根据其持久化的时机 我们又可以把这三类元数据分为两类 分别是Topic Subscription 然后第二类就是Consumer Offset 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根据它的那个是否允许丢失 我们将它分为了这两类 就是说Topic Subscription这类元数据说非常重要 我们其实是不允许丢失 那么客户官每来一次请求的话 我们都要将它进行实时的一个持久化 然后那个Consumer Offset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进行一个实时持久化 其根本原因在于呢 就是即使发生了系统当机 那么内存中的那个Consumer Offset 那个Hashi Map表没有刷入磁盘 那么我们对客户端造成的最大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几点重启之后 客户端可能会发生重复消费 那么这种重复消费 其实我们在消息预计其实是可以容忍 而且是可以通过客户端的那个密等消费避免 所以这里它的存储的话 就分为了两种状态 一个就是实时化存储 另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定时存储 但是它其实它底层的那个文件存储的逻辑都是一样 都是通过先备分一下老文件 然后再把内存中的Map结构 全量地刷入一个新文件中 那么这样的存储 原数据的文件存储存在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 每次的原数据更新 都会全量刷新的新文件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样的平凡的原数据 更新它伴随着 JsonStream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的分配与释放 如果在十万和百万topping这样的话 可能会带来对象的 大对象 JsonStream可能会直接进入old区 甚至可能会引起4GC 这也是我们曾经在线上遇到过的一个问题 共产集群的模式 导致我们整个行中的用户都受到了影响 这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故障 那我们来看一下Rotting 2的第二类的文件 就是索引文件 那么索引文件的话就是 这里有分为两类 第一类的话就是至关重要的那个消费索引文件 也就是消费队列 我们可以看作是Command Log 关于消费索引的一个文件 那么每一个topic queue的话 它都对应的一批consumer queue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nsumer queue文件 简单看一下它的存储结构 它主要是我们每个consumer queue存储文件的话 索引文件都可以存储三十万个索引条目 每个索引条目的话它占二十个字节 那么大致算一下了 30乘以二十个字节的话 大约是5.8兆左右 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数值 另外这二十个字节的话分别是八字节的物理偏移量 通过这个物理偏移量我们可以找到 它在Command Log中的位置 第二个字节的话就是保存这个消息 它占多少 它的消费体大小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前面两个字节的 前面两个的组合的话 可以判断这个消息 是否在磁盘中还是在PatchCash 最后一个的话 八字节是TouchCode的话 主要是用于消费过滤的 这个的话就是不在本次改造之列 但是我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今晚我今天的介绍 可以线下自己看一下 我们开源现在RockCP的实现 可以实现一下 那个Indent索引文件的一个实现 怎么实现 用RockCP来存储它 就是不同于ConsumerQ的话 我们的Indent索引文件 提供了一种通过Key值 来查询消息的方式 那么Indent索引文件 它是以时间戳命名的 这个也是不同于我们的 Command Log或者ConsumerQ文件 每个Indent索引文件 大约可以存储 五百万个索引哈希槽 和两千万个索引条目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个大体算一下 大约是每个文件固定 就是四百多兆 这个也是固定的大小 当然这个目前 还没有用RockCP实现 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去自己 再开源提一个PR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索引文件存储 它存在哪些问题 就是我们都知道 Rock&Pure实现高性能读写的 手段之一 就是那个磁盘的顺序读写 那么在HDD的类的 存储介质上 磁盘的顺序读写的性能 要远远好于随机读写 那么Rock&Pure是利用这一特性 将我们所有的 topic的所有消息 全都写到一个 Commit Log文件中 那么相对来说 那个ConsumerQ的话 它和Rock&Pure的 那个Commit Log一样 也是将所有的 那个消息索引的话 全都存到 同一个那个 ConsumerQ文件中 虽然说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个 那个ConsumerQ 但是我们考虑一下 这种场景 如果在topic的数量 或者是Q的数量 达到十万或者百万级的话 那么ConsumerQ的 这样的一个顺序读写 就会被优势 就会被打破 就会转变为随机读写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性能就会急剧下降 而且它会占用的 存储资源也会非常大 后面我也简单介绍一下 它会占用的 和RockDB对比一下 两指的那个 存储资源的占用量 然后我们进入 我们本次主题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使用的这个RossDB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我也简单说一下 就RossDB的话 它是Facebook基于LevelDB 开发的一款 提供建置存储 与读写功能的LSM数 也就是日制结构合并数 它相比于LevelDB的话 它提供了那个列足的概念 那么列足的话 就相当于是 在我理解的话 就相当于是 那个关系数据库里表的概念 就是我们可以把 不同类型的数据 存储到不同的列足中 那么这不同的列足 也其实是在同一个数据库下 然后他们其实是使用的 不同的SSD和SST 和不同的MemoTable 那么第二个地方 它相比LevelDB的话 它实现了多线程的 Compension 就是优化了Compension的速度 就压缩 然后这个LSM数的话 已经大家用户的 随机修改 转换了对 那个预写日志 或者是MemoTable 转SST文件的一个顺序写 因此它比B数类型的存储引擎 具有更高的写吞吐型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张图 如果一个用户的写请求 到达ROCB的时候 它可能会首先 如果你开启了这个预写日志 它会首先写入这个预写日志之中 然后再写入这个MemoTable中 当这个MemoTable的大小 达到预值之后 它会转变为不可变的MemoTable 然后不可变的MemoTable 达到一定数量之后 它会把它刷到磁盘中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磁盘中的结构 它也是一个分层的结构 默认值的话 开源的默认值是七层 这里面每层的话 它都有固定的大小 你比如说我第一层可能是十兆 层一层之间的大小的限制 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那么十倍的话 第二层就是一百兆 第三层的话就是一千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零层的话就是数据可能 每个SST中可能会存在重复的Key值 那么除了第零层之外 其他几层的那个每一层它的Key值 在SST中都不可能有重复的 但是层级之间可能有重复的 这个大家如果熟悉的 可能会比较了解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读请求 如果读请求过来的话 它可能会先读内存 内存中没有的话再去读磁盘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 磁盘的那个多层级的查询 可能会有多次的那个IO查询 所以也就有那个它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写放大 同时也有它的一个读放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它那个我们数据存储的 实际的存储的量 可能要比那个 要比它那个数据本身的要更多 然而这两个缺点的话 其实是可以通过RocCP 它自己的那个compensation的话 是可以解解缓解的 但同时有优点就有缺点 但是它的那个compensation 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写放大的一个问题 但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优点 就是在SDD存储介质上 就是顺序读写的性能要远远优于随机读写的性能 这个是那个RocCP天然的一个性能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Panel Only的一个写入模式 第二个就是它写入写完浴水日志和Memotable之后 就可以立即喊文 因为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在我们那个Rocchemical的原数据存储 不必要去全量刷新内存中的Map结构到日志中 文件中 所以说它的效率很高 相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主题的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怎么利用RocCP实现百万堆列能力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RocCP是怎么解决原数据存储的 前面也提到过 就是我们的原数据主要分为两个类 一个就是可以容忍丢失的 需要实时持久化的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是不能容忍丢失的 需要实时持久化 另一个就是可以容忍丢失的 我们需要可以定时持久化 也就是一步现成去持久化 那么他们的 前面也说到过 他们的持久化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把内存的Map结构 全量地刷入到文件中 然后再备份老文件 这个前面也提到过 它可能会导致问题就是4GC 因为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大对象的分配 如果你Topic或者Q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那么RogCB它在这个 原数据存储层面有哪些优势呢 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个就是如何保证 像Topic和Subscription之类的 原数据不丢失 那么RogCB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开启 同步刷 预写日誌 可以保证无丢失 也就是说即使在内存中的Memotable 没有把数据及时刷到磁盘中 系统当机 那么我们在节点重启之后 依然可以通过预写日誌恢复内存中的Memotable结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如何避免持久化的时候 这种大对象分配 可能带来了4GC的问题 那么因为本来RogCB它就是appended only的模式 也就没有这样的大对象分配 我们可以相当于是 它的写入也是非常快 就是前面也说到了 它写入那个W 也就是预写日誌和Memotable的时候 就可以立即返回 这是它的两个优点 正好可以解决我们原数据存储的问题 再来看一下那个RogCB是如何解决索引存储 这也是我们本次设计的一个大头 就是我在那个开源写那个代码的时候 这个代码量可能占到了4000到5000多号 因为它的设计也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涉及到层层面面的一个考虑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以前的文件存储的话 它有哪些问题 前面也说到过 就是说在Topic或者Q的数量 达到百万或者十万级别的时候 那么大量的这样的一个consumerQ的小文件 就会变为随机写 就是以前的顺序写的优势就会被打破 那么这时候的话 它的性能就会得到急剧下降 我们再来看一下RogCB它有哪些优势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我们将所有的Topic和Q的索引数据 全都写到一个数据库里面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像是所有Topic的消息 全都写到一个Commit Log中 就是所有的TopicQ的索引也都写到一个数据库中 我再来看一下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预写日志给关掉 这里为什么可以把预写日志关掉 因为我们知道预写日志 你开启的话必然会损耗一些性能 这也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因为你的优化一定要带来正向的优化 不能导致性能急剧下降 那么这个地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Commit Log它就可以看作是 所有文件的一个预写日志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没有必要再开启一次预写日志 就直接把它关掉就行了 因为即使系统异常当机 我们的Consumer Queue 没有被即时的那个构建出来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Commit Log 再恢复出来 在某那边我们就把那个Commit Log 叫做SOT 就是Source of Truth 它就是真相的来源 所以只要它存在 Consumer Queue就可以被恢复 这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存储的 这里就涉及到 说的就会比较细节一点 就是我们这里用了两张表来存储 那个Consumer Queue的一些数据 先来看一下 就是这里表的概念 就是这表的概念 就是前面说到的列足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对比一下 那个开源的那个Cue的存储单元 有时候Consumer的存储单元 前面也说了 主要是二十个字节 分别是八字节的尾片 那样的四字节的那个消息体大小 还有八字节的那个消费过滤的一个touch 那么在Rock CP中 我们是如何存储这样的一个 那个Cue的存储单元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topic queue的 所有的条目全都融合到 一个数据库中了吗 那么我们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如何唯一标识 一条消息的索引 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覆盖 我们既要覆盖原本的那个存储的单元 又要可以实现一定的扩展性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我们是怎么唯一标识一条消息的 就是在这个数据库中 其实我们很简单嘛 就可以通过topic QID 还有那个逻辑物理位点 就可以唯一标识一条消息 那么这里还有我们实际上看到 是一个四元组 也就是这地方多了一个 四字节的int 因为这个topic 它是一个不定长的一个字符传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 int型的一个四字节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 来记录一下 这个topic的长度 这样的话 我们即使在便利的时候 也可以准确地定位 这个topic的界限在哪里 至于这里 为什么这个四元组 用axx和axx码表的 Ctrl1来分隔 后面我们会讲到 这个跟那个数据的删除有关系 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如何把那个覆盖之前的 所有的存储数据 另外还要实现一定的扩展性 当然了 以前的那个二十个字节 我们都有存储 另外这地方还做了一个小小的优化 就是我们把消息的存储时间 也放到了里面 之所以把消息的存储时间 也放到里面 这里有一个场景 就是在某些场景下 我们可能会去查询 某条消息的时间 那么我们现有的实现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通过这个物理位置 去肯定调告中查到这条消息 然后查到这条消息之后 我们再读到这个存储时间 这里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读的这条消息 是一个冷数据的话 它可能会把那个 PageCat中的热数据给踢出去 那么这可能会导致 我们心疼的产生一定的抖动 所以我们干脆把这个存储时间 就放到这个所影里面 同时我们实现了一定的困难性 就是说你如果根据你的业务需求 想在后面添加其他自断的话 也是可以的 然后来看一下第二张表 第二张表存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把所有数据 已经完全存完了嘛 那么第二张表到底存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以前那个ConsumerQ 它是以文件的形式存储的嘛 那么以文件的形式存储 我们自然就知道它的上界和下界 它的上界就是文件的起始位点 那么它的下界的话 就是文件的中始位点 这个都是可以通过文件 因为它文件名本身就是那个物理 就是它的偏移量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在RawCB中 因为我们把所有Topic和Q的数据 全部都如何到一个数据库中了嘛 那么要如何查到一个TopicQ 它的上界和下界呢 也就是说它的最大物理位点 和最小物理位点 或者说它最大的逻辑位点 它最小的逻辑位点 那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进行一个全标扫描嘛 我们可以 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地 定位到这个TopicQ 它的上界和下界 但是我们知道 即使在这种关系数据库中 我们也要避免了一个操作 就是全标扫描嘛 所以我们这地方 干脆就把它的最大的物理位点 和最小的物理位点给存起来 同样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标记 唯一标记一个TopicQ的 最大和最小物理位点 也可以用三元组 这地方看一下 这地方多了一个三字节 这个三字节就表示 或者是max或者是minimum 就表示它是最大和最小的一个标记 这里同时也面临那个问题 用一个四字节的一个 因子型数据来记录一下 这个Topic的长度 总是来看一下这个Value的话 就是这个Value值就对应的是 它的最大的物理位点 和最小的逻辑位点 最大的物理位点 和最大的逻辑位点 或者最大的 最小的逻辑位点 和最小的物理位点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要用第二张表 然后我们在 接下来会有三个业务点的补充 就是我们用RoxyB 实现了那个 所有能存储之后 就是针对整个架构 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变更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同于开源的卡不卡 就是我们的RoxyB 它的CommitLog跟ConsumerQ 就是它的Log日志和所应 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就是每个CommitLog 它的大小固定是一个G 那消息体大小又是不固定的 那么这个CommitLog 它可以存在 存多少条消息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那么第二个就是ConsumerQ的话 它是可以存储30万个所应 那么它可以存储的消息的个数 那就是固定的30万 那必然会造成两个 本身就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就存在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们的CommitLog 因为那个达到磁盘的预值 或者说超过消息的保存时长 而被删除的话 那么ConsumerQ它指向的这个物理位点 可能是一个不存在的消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 它如果被删掉的话 那它指向的这个物理位点 可能不存在 那么我们可能也要对ConsumerQ文件 进行一个清理 RocketPU现有的实现逻辑的话 就是通过一个定时任务 去纠正一下它的最小的物理位点 这里边为什么要纠正它最小的逻辑位点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那个最小逻辑的逻辑位点 是我们整个RocketPU中 经常会调用到的一个方法 就是它要获取到当前的一个TopicQ 它的最小的消费位点 但是在RocketCB模式下 我们并没有去开启这样的一个定时任务 去进行实时纠正 而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才判断一下当前这个物理位点 或者逻辑位点是否有效 或不有效的话 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纠正 第二个问题就是删除 ConsumerQ文件删除的问题 还是跟前面的是一致的 就是说这个Communlog删除的话 ConsumerQ文件有一些无用的 也要被删掉 那么是怎么删的呢 开源还是利用那个定时任务吗 我们这个的话 这个也是我们改造RocketCB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那个 因为我们不希望引入新的复杂度 那么我也就要充分利用一下 RocketCB它的自身的一些能力 RocketCB它是怎么清理一些过期的数据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Key值可能会存在重复嘛 那么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压缩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Convention 来进行对数据的一个是合并 另一个就是过期数据的那个删除 那么这个压缩的这个接口的话 就是RocketCB它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压缩接口 也就是Convention Filter 我们通过实现 因为不同的那个业务场景的话 这样的一个压缩规则可能是不一样 所以它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压缩接口 我们通过实现这样的一个压缩接口的话 就可以实现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 Consume-Q的一个删除逻辑 这地方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又实现了它的一个接口 那我们要全程的要重新 在不同平台上要重新编译一下RocketCB 这个重新编译的过程是非常漫长 而且非常痛苦的 如果你编译过你就知道 就是各种问题 然后最后一点 我们就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Topic删除最后一个业务点 就比如说我们Topic删除的时候 那它对应的这个所有文件也要被删除 那么是怎么进行删除呢 这里也就涉及到前面我们说的 这个AXM表的这个Controller字符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RocketCB它本身提供了一种范围查询 和范围删除的能力 那么它的范围删除是 这个范围是怎么定义呢 就是通过Key值的字典序 那么这个字典序我们来看一下 通知这个Key值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TopicQ的所有的那个索引数据 那么我们怎么定义它的上下界呢 那么它的上下界的话就可以通过 你看一下这个Controller0的话 是小于Controller1 然后这个大于Controller1 小于Controller2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定义它的上下界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范围删除的Key值 就是两端的话 它的两端就是这个 就可以把中间的所有数据都给删掉 所以我们用RocketCM表的这个Controller1 作为这个四元组的一个分割符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最后一部分 一个简单的性能对比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实际上就是多线程去创建十万个Topic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的 这个折线图的话 这个横坐标是时间 纵坐标就是Topic的创建速率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初始的时候 就是开源的文件存储的原数据的模式 和我们RocketCM存储模式的话 基本上都是30多 就是每秒可以创建30多一个Topic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 那么开源的文件存储模式的话 它的那个创建的速率会越来越低 这个我们也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Topic数量越多的话 我们实时持久化 它的那个原数据文件的话 必然耗时也比较长嘛 但是因为那个RocketCM它是appended only 所以它那个原数据创建 并不会受那个Topic数量的影响 第二个表的话 就是那个就是性能的对比 一个就是CPU和内存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RocketCM存储的话 相对文件 开源的文件存储 它其实是有显著的优势的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所有文件方面 就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多线程 均匀地往五万个Topic中发消息 然后它的写入的流量的话 是每秒四万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RocketCB的模式的话 就是它的消息的写入的流量的 随着时间意识是没有变 很稳定的 但是那个文件存储模式下 就是四万的写流量的话 它时而稳定 时而会下降 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 这可能就是那个 那个Role一个新的ConsumerQ文件 这个地方可能会导致它的 那个写流量下降 但是我们RocketCB中就没有文件的概念 全部都是Panel类的数据 这个就更明显了 这个数据啊 这个就是这个表的话 表真的是我们ConsumerQ所占的磁盘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两万个Q的情况下的话 RocketCB存储只占了四十万 不是四十兆的这个磁盘空间 因为我们用了一个 RocketCB它本身的那个压缩 就是数据的压缩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如果用开源的文件存储了 两万个Q的话 可能需要一百一十三G 这个也比较容易算 就两万乘以那个五点八兆 算下来就是一百一十三G 那么在十万TOP的那个Q的情况下的话 RocketCB其实只需要一百兆的存储的空间 但是文件存储的话 却需要五百六六级 这个一百一十三乘以五 差不多就这个数字 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很明显的对比 在这种场景下 我们需要光元数据 就要这么多的存储空间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 实现了RocketCB之后 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那个 RocketCB的基础上 实现RabMQ 或者实现MQDT 都是可以 就是这种多Q的场景下 这种RocketCB的支持的话 给了我们这样的想象空间 给了我们这样的想象空间 RocketCB的支持的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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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我们用RogCP支持的是原数据和所有文件 我想问一下就是后面那个 延时消息那个timelog timelog 对就是延时消息 那个不影响 就是后面会做吗 我理解他现在如果是基于现在那个log的话 他后面投机消息其实也有大量的争议 对有的 其实我们内部有实现 但是我没有开出来 对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实现一下